为了优化特色产业加入体验消费创造艺文连结 加值花冬特色品牌为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连续两个周末举办为期四天的花冬好物展 体验活动和松市集结合 期盼游客在欣赏松原别馆美景同时 感受地方特色产业 以花冬特色产业如农特产品、手工艺品等集结11家精神厂商 为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于8月13到16以及8月20到23日 连续两周举办花冬酱GoGo花冬好物轻松Go 线下商品体验活动八场的活动 那我们成立了一个品牌叫花莲酱GoGo 那这个平台我们希望透过松原的平台 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线上的平台 可以把花冬的这些业者呢 可以带出花莲以外的一个市场 那我希望更多人知道说 花冬的一些好物 然后分享给游客 我们这次回来加GoGo呢 我们结合了很多包括台东农场的一些 小龙的一些农作物 然后露萃农场的一些 他用油漆米去做的味噌啊 甚至干酒 然后甚至有当地的江毅老师呢 他做的一个琉璃珠呢 可以现场做DIY呢 还有呢 金玉峰等等的这些业者呢 在花冬我们目前已经结合十几家业者的 在这个回来加GoGo的这个平台 那么未来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朋友如果 觉得他的东西需要这些平台跟资源的话 我们有欢迎呢 他可以来跟我们松原去做一些合作 那么愿意提供他的线上平台跟线下平台呢 来让这些花冬的好朋友呢 他有一个销售好的一个物件的一个平台销售 然后让游客来到我们花冬的时候 甚至未来可能在全国呢 可以看到这些好物品呢 可以直接在线上去做一些选择的一个部分 除了融入花冬特色地方产业 也结合MIT微笑标章 产品拥抱绿自然体验活动 还有松市集一起热闹园区 期盼以松原别馆的美景 融入产业产品在城市艺文漫游 支撑城乡特色产业 提升花联在地特色产业文化美学 市场竞争力与产业附加价值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得蒋方叶华联士报导